4月11号傍晚6点左右 台铁562次开往花莲的菊冠号列车上 竟然发生了一次家暴的案件 一名男子在车上当中对另一名女子辱骂施暴 让一旁搭车的民众吓得是赶紧拿出了手机纯正 尽管是隔着一道赶硬门 都还是可以听得到辱骂声和殴打声 夸张的行径全都被记录了下来 菊冠号列车上一名男子当众对女子施暴 搭车民众全都看傻眼 赶紧用手机搜证报警处理 面对远警关心询问女子不听猛摇头 台铁举光号17号晚间7点多 发生一起疑似家暴案 一名装姓男乘客强行将同行的女子 拖到车厢间的通道内辱骂施暴 车厢里的其他乘客隔着赶硬门 都能听到打骂声 不料远警上车查看后 没有进一步处置就离开列车 男方当场表示没有施暴的歧视 那女方拒绝表达意见 那也拒绝提供身份 那本案同仁在判断上有 务实的部分 我们同身局会在做捐导改进 明明装姓男子对女子的施暴过程 通通都被旅客拍下 警方却侵放装姓男子 不过铁路警察花莲分局强调 会依照双方留下的联系资料 传唤两名当事人 到辖区内的派出所说明 后续将会依法处置 记者 众好报道